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小静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喜欢我的视频,您可以关注加订阅 这里每天分享养生知识 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香蕉是放射性强的水果 经常吃会致癌 医生提醒,这三种香蕉尽量不要吃 要不然很容易被癌症盯上 香蕉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水果 不仅在热带地区 而且在世界各地都有种植 香蕉具有甜美的味道和柔软的口感 因此深受人们喜爱 除了美味可口 香蕉还具有许多营养价值和健康益处 香蕉富含碳水化合物 这些碳水化合物很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 因此香蕉是一种快速补充能量的好食物 在运动或者是工作后 很多人会选择吃一根香蕉来恢复体力 香蕉可以带来四个好处 每天吃一根对身体特别好 第一,预防或治疗高血压 因为香蕉中含有丰富的钾 可使过多的钠离子排出 使血压降低 另外一个降血压的离子就是钙 所以如果将香蕉切成小块 跟富含钙质的牛奶一起放入果汁中打匀 就成了一杯最具有抗高血压的果汁了 第二种 提高记忆力 香蕉中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 以及各种果胶和维生素B 里面所含的维生素B能够促进身体的糖类转化 维持大脑的细胞正常运作 而且香蕉中含有大量的钾元素 对于脑部细胞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提高记忆力 第三,预防便秘 香蕉富含膳食纤维 可以促进肠蠕动 使排便顺畅 坚持晚上睡觉前 吃上一根香蕉 可以有效地缓解便秘 中医认为香蕉胃肝 性寒 而性寒能够清肠热 胃肝能够润肠通便 比较适用于肠胃肌热所制的热密 正健 大便肝结 小便短翅 面红深热 或兼有腹胀腹痛 口干口臭 第四,提高睡眠质量 晚上经常性地吃香蕉 可以有效地提高自身的睡眠质量 如果出现失眠多梦 另外在晚上可以吃上一根香蕉 可以让自己的睡眠质量更好 缓解紧张的神经 在睡前还能够让自己镇静安眠 因为香蕉中含有较多的美元素 它可以保护人体神经 同时还可以增加褪黑素的形成 缓解肌肉出现的压力紧张情况 香蕉是放射性强的水果 经常吃真的会致癌吗? 香蕉这种水果并没有放射性物质 作为一种健康水果和癌症出现 没有任何关系 不会因为吃香蕉就致癌 并且香蕉可以提供丰富能量 许多健身人群或者是运动员 都会在活动身体后吃上一根香蕉 可以让后续运动过程会更加顺利 除了获得膳食纤维 还可以提供美元素 可以润肠通便补充能量 所以吃香蕉本质上来说是不会致癌的 但是医生提醒 这三种香蕉尽量不要吃 第一种散发特殊气味的香蕉 香蕉被称为智慧水果 营养价值高 可以快速补充能量 同时获取烟酸 美元素 碳水化合物 粗纤维胡萝卜素 但是购买时有明显气味的香蕉 就要远离 香蕉自然成熟 需要较长时间 但如果放置时间太久 已经熟过了头 可能失去了原本正常水果的香气 而是比较刺鼻 除了和药水催熟有关 还可能是熟过头产生了酒精 有这种变化的香蕉不要购买 在挑选时一定要闻一下 第二过熟或者是有黑斑的香蕉 其实那些已经过熟 或者是表皮有黑斑的香蕉 虽然它们的甜度很高 但营养价值可能已经大大降低 更重要的是 这些黑斑可能是因为长时间存放 导致香蕉开始腐败 长期食用这样的香蕉 可能隐藏着健康问题 第三太硬或者是太软的香蕉 摸起来太硬或者是太软 不要购买 如果香蕉出现这两种情况 说明香蕉要么还没成熟 要么是成熟时间太久 口感也会变差 优质的香蕉摸起来是厚实 而且不硬的 这样的香蕉吃起来才更好吃 香蕉不能乱吃 以下这几点同样也要注意 第一不可过量使用 过量吃香蕉可能会引起微量元素比例失调 香蕉中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 比如甲钠钙铭 这些矿物质元素可能被人体摄入 但短时间内摄入过多 会导致体内微量元素比例失衡 过量使用香蕉 还可能导致肠胃功能消化紊乱 从而出现腹泻 因此香蕉不可过量使用 第二不要空腹使用香蕉 在空腹时我们也要注意 在空腹吃大量香蕉 香蕉中含有大量的甲钉铭 对于正常人大量摄入甲和铭 可能是体内的钙失去平衡 对健康会造成不利 所以不要空腹使用过多香蕉 三不能拿香蕉当正餐 我们都知道香蕉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吃香蕉能够使人产生饱腹感 所以有些需要减肥的朋友 想要拿香蕉当正餐 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 香蕉适量使用可以补充人体所需要的微量元素 但是它与正餐相比 还是不能为人体提供均衡营养的 所以建议正餐不要吃香蕉 第四三高人群少吃香蕉 对于那些必须控制体重 并且保持稳定的人 即糖尿病患者 高血压患者和高血脂患者 多吃香蕉对他们健康是有害的 三高人群可以根据一天中的卡路里摄入来吃香蕉 但是最好不要超过一到两根香蕉 第五不能和红薯一起吃 香蕉和红薯一起吃可能会引起腹胀腹泻 因为香蕉和红薯都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 这两种物质同时会导致纤维摄入过多 从而增加肠胃负担引起不适 所以我们要尽量避免一起吃 尽管香蕉是一种丰富的水果 但并不是说人人都适合 同时也不能和以上这几种食物一起同时 大家要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 谨慎地选择食物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